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两位 有请 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好好好 欢迎两位 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很多这个 夫妻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女生最爱问这句话 为什么婚前婚后两个人 完全不一样 是吧 你跟我们讲讲这个是怎么不一样的 就是她谈恋爱的时候嘛 就是对我特别用心摆一摆顺着 然后等到谈婚论嫁的事情的时候 她就出现各种问题 影响到我哼哼的生活 那我们听听吧 出了哪些问题 比如嘛 她谈恋爱的时候 看我工作比较忙 然后经常点外卖吃 觉得对身体不好 她就给我做饭 大概送了一个多月 然后我觉得这小伙子挺不错的 对我照顾有效 但是后边就是谈了大概半年多了嘛 我们是要订婚了嘛 然后就在家摆了家宴 请了重要的亲戚 也叫了她父母一起过来吃饭 但是她当时嘛 她就一个人过来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爸妈出去的早嘛 不太懂那些习俗 然后我姑姑就跟我说 第一次男方去女孩子家里面 父母不要去 因为我是第一次见老丈人丈母娘嘛 当时我就自己一个人 带着烟酒 然后过去了 当时一看一大家子在那边 我其实也挺尴尬的 因为她那边的习俗 跟我那边肯定不一样嘛 她那边订婚 要带好三金 再加上彩礼 一起交到他们那边 但我们那边肯定是不一样的 你是哪儿啊 我是怀恩的 你是哪儿的啊 我是怀恩的 等于女方是认为 这是一个订婚宴 是这意思吧 男方把它解读成了 一个第一次去拜见 未来的岳父岳母 对 就是这东西 就是招呼一下 认识一下 对对对 好 这个事儿 后来怎么着了 后边她又带了她的父母去我家 商量订婚的事情 当时她给我买了三金 也没有带彩礼 然后这件事 我就跟她吵架了 已经说过了呀 不一样嘛 然后我也没跟我父母说 没有明白 然后她那边呢 她父母是跟她说 她在转述给我 然后我再转述给我父母了 是这样子的 程序瑕疵 没什么 其实当时她父母在饭桌上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也没有跟我明明白白地直说 又造成这种局面 然后又要跟我吵 后边我就跟她提了分手 她又过来找我复合 又过来哄我 最后她就又给我一个月时间 让我去处理嘛 处理啥 处理就是关于订婚和结婚这个问题 两地封锁问题 就后边有了第三次 她这边父母找我父母一起坐下来吃个饭 当时她父母跟我父母说 她这边可不可以 就是结婚的时候先付一半 然后领完证他们再给另外一半 因为跟她认识之前两个月嘛 已经就是买了个房子 第二套房子了 所以说家里资金不是太充裕 我爸妈就想着 能不能就是说先给一部分 先给啥给一部分 说得那么含蓄 就彩礼嘛 先给一部分嘛 你不是说彩礼就行了嘛 彩礼女方要多少啊 15万 先给10万 后边领完证再给5万 这怎么跟买卖是在听着 给10万了吗 给了 那不就行了吗 那不就没事吗 这不也诚意满满吗 双方达成协议嘛 对 这是结婚的事情 就这么敲定下来 但是办酒席上面 他这边也出现了差错 哎呀 酒席又啥差错 开开心 吃饭嘛 就是我们那边 就是应该把女方的 重要的亲戚 请到男方家去参加婚礼嘛 当时他父母并没有邀请 只邀请了我爸妈跟我姐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对我不重视 当时他父母和我父母 其实已经坐下来谈过了对吧 我爸说 亲家公你这边有什么要求 你这边跟我们说 因为他爸呢 可能就是真的 什么都不爱明着说 我爸呢也耿直 也就 也就 你爸不是耿直办 你爸是装傻 就当我爸是装傻吧 因为他这边是说过了嘛 两地都要办 两地都要办 对 因为当时我们是定居在苏州 他家是要回到旭宜去办 家里亲戚一般都在家里嘛 他姐姐是在苏州的 所以我们在苏州办了酒席 而且酒席上的确出现了一点问题 不是 这酒席又出啥问题 就是我姐姐婚礼快结束的时候 向她要了两包烟 然后她当时态度很差 直接说没有 你向我妈要去 我觉得她姐就是当时真的是在挑事情 这两包烟是多大的事 那你就给人家呗 当时正好是结束的时候 我在送客人呀 送客人说 我不能说把客人晾在边上 我去给她拿烟对吧 所以她觉得她的客人比较重要 我的梁家人不重要 没有说谁重要谁不重要对吧 当时也跟她好好说的 我说姐姐我知道是没有 因为只有半包就散过的烟 我不能把半包给她拔 对对对 我说烟放在我妈那了 你去我妈那边拿 然后我妈呢也不知道 她就去要烟了嘛 我妈就给了两包 她后面又跟她说 哎呀你老公真抠 我真的当时我也挺冤枉的 我都不知道 这个也没啥好闹的嘛 结婚的大喜日子 这事不就过了吗 后边我们家那边不是也要办吗 对啊她家也办了 也没请我家 不就扯平了吗 你去我家的时候 你就躺在床上玩游戏 我哥哥哥哥哥过来的时候 你连叫都不叫 你干嘛躺着不起来 这不是基本的一个礼节吗 亲戚来了打个招呼 房间有点小 挤的人有点多 他跟你站起来有关系吗 他想表达的是内心的那种 也不是那么情愿是吧 也没说情愿不情愿吧 只能说太突然了 我也挺懵的 就这么听起来 这个男生基本不会处理 简单的人情事物 这不过去了吗 这不开开心心呢 但这婚礼办了 后边我就是跟她领证了 但答应我的事情也没做到呀 啥事没做到啊 彩礼的另一半钱嘛 当时时间一点都不充足嘛 而且他问我要之前 也没有征兆对吧 跟我吵架 然后呢把婚纱照撕掉了 全撕掉了 把我电脑全部砸了 你越这样我越不想给 反正一直到后面 我就跟他吵了 我也没给他 哎这都结了婚了 那彩礼 我就想知道 比如说这彩礼 是留在你娘家了 还是嫁过来的时候 就带给你们这个小家了 是给了我 那不就行了吗 那五万块钱 结了婚再慢慢给呗 反正你们最后生活在一起 不都要拿到家用吗 我是这么想 但是他应该提前跟我讲 哎呀你太较真儿 那你直接跟他说 你说那彩礼什么时候给我 你也不提就发邪火 是这意思吗 对 发完邪火就砸电脑 对 撕结婚照 对 那也不少钱啊姑娘 所以我就气啊 反正就吵完之后 就是也就不了了之了吧 给人家没有啊 没有 那就不对了 当时也的确没有 那你就告诉我家里没有这钱嘛 他什么也不说 他什么也不说 等于结婚的这一路就 坎坎坷坷地过来了 是吧 对 然后我这边 就是很快就有了宝宝了嘛 等宝宝出生的第三天 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 我就跟他提了一下 当时我们说着说着就吵架了 吵架的时候 当时他推了我一把 正好他爸妈这时候回来了 就把他拉到一旁去了 也不知道说了什么 后面就把彩礼 这个五万块钱给了我 因为当时刚好疫情嘛 然后二个 我爸妈是开服装店的 然后服装店 当时全部关门 一点收入都没有 而且每个月房子房贷啊 分宝宝嘛 全部在花销 都是钱 压力很大 只见出不见收 对 解婚的时候 我爸妈不是买了两个勤车位嘛 是做投资的 后来也卖掉了 才把婚礼啊什么东西全部办起 一直到他生宝宝 所以 所以那钱其实还是没有 最后没有办法 我爸妈把我不是拉到边上去说了嘛 问我怎么回事 我跟他们也说了一下 他说 让我不要自己 老实说想自己扛 他们最后 像亲戚朋友拿了五万块钱 然后给我 然后我再给他 然后才把这件事评一下 你为什么不跟媳妇说 说家里确实没钱了 为啥呢 我觉得 这个就是关系里面最不正常的呀 都结了婚了呀 可以说呀 我觉得就是我们俩过日子 没必要家里的事情 都说都知道嘛 那就是你没把他当内人呗 也没有 那这就不能怪人家了 我想问一句啊 就如果你当时知道 家里是这个情况的话 你还会揪着那五万块钱彩礼不放吗 这个不会 你看人家还是 他要跟我解释嘛 他要跟我说 说清楚 所以沟通不够嘛 他就觉得我现在一直在欺骗他 把他骗进家来了一样 然后就觉得我婚后 对他也不好 那你觉得妻子怎么样 本来是我是做保险的 后来然后辞职做代价的嘛 他就嫌我不陪他 因为谈恋的时候 我就一直是给他送饭啊 晚上陪他出去玩 现在呢 就是每天晚上七八点钟 就出去了 一直到早上凌晨 早上凌晨 四五点钟回去 不容易 晚上就是基本上不在家 然后白天我就在睡觉 他一直抱怨我不陪他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理解我 哪有新婚夫妻就是每天都见不到面的呀 那我这不是为多振点钱 那我也没有办法呀 但是我又没看到你钱呀 那没看到钱 日常开交吃喝不都是钱吗 那主持人我真的又要说了 我偶尔就是还会抽出时间休息一天吧 然后带他去吃吃喝喝 但是吃东西呢 他又选择喜欢那种也好看的餐厅 点五六个菜吧 本来我是属于那种实在一点的 就想吃饱那种 他要好看 好看呢等菜上齐了 上齐了要拍个照 发发朋友圈 才能让我开动 每次我都饿得不行了 我说能不能吃了 他说不行 等菜上齐 我就每次都很烦 而且我说了很多次 他从来不会说 把我的感受放在心上 那我看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带我去吃饭的时候 我也是拍照的呀 我也是发朋友圈的 你怎么那时候就不说了呢 那谈恋爱的时候 的确需要一时感呀 那现在婚后实在一点不行吗 你看我爸妈不在我身边 我就是拍照发给他们看看 发给我朋友看看 就是我嫁得有多好呀 给你长脸的呀 别说这种扯吧 我觉得他就是虚荣心比较强 不不不 人家现在不都吃个饭拍个照吗 都拍都拍 那每次都是呀 每次都要这样子 那谁吃了笑啊 而且从来不管我 我饿成啥样也不管 反正就得等 七月以后 跟我们吃饭别老拍照 知道吧 就现在我们这群人 就你拍照 你知道吧 体谅一下 我们也饿呀 还有问题就是 他一直缠着我说 让我陪他去玩嘛 我说等一等 我想多挣点钱 后来他找到机会了 跟他小姐妹 约好去深圳去玩一下 去深圳呢 当时我们苏州过去 因为苏州没有机场 应该要到上海 基本上就去一下一天时间 回来一天时间 他们俩呢 就约个三天时间 我说那你去干嘛的 就走麻干花 玩个半天一天 你这不是浪费机票钱吗 对吧 而且路上也挺辛苦的 我也心疼他在飞机上 路上这样奔波吧 还有就是我说 要么多存一点 说我不忙的时候 一起去玩 玩个长一点时间 这样起码实在一点 飞机票也不是说浪费了 当时我就是想着出去放松两天 当时我闺蜜嘛 只有休息三天的时间 我就是想去近一点的地方 再说我出去的时候 也没花你的钱 我自己的钱出去的呀 对是没花好钱 但是你的钱 我的钱不都是以后的钱吗 你为以后考虑过吗 还有就是 他现在是没有上班嘛 一直是在坐视山空的 我怎么没有上班 我现在有做兼职好吧 他做的兼职就是 一开始挺好的 就是做礼仪那一块 但是后来上了上了 就开始夜里跑到去酒吧去那种上班了 然后 做什么呢 就是冲场的那种 戏份组是吧 对对 然后穿的我觉得应该是挺暴露的 我想 虽然我没有去看过 我那穿的是正常的连衣裙 主持人你说 都结过婚生过孩子了 还天天跑酒吧去做这种 我觉得挺不好的 所以我挺不喜欢的 我也想多赚点钱 你晚上又不在家 我在家也无聊呀 我怎么听来听去 就不像一对那个 结了婚有孩子的夫妻啊 孩子呢 孩子一直是我父母带呀 他也不带呀 我没有带吗 我带的时候你看见吗 你白天睡觉晚上上班 你照顾宝宝吗 你为什么还这么说我呢 反正我醒来的时候 从来没有看过你带宝宝 宝宝现在多大 现在一岁了吧 母乳到多久 半年 我有带呀 但是他父母就是怕我带不好 然后10分钟过来看一次 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宝宝 所以就他们带了是吧 他们带你怎么不去看看呢 他们带到店里 你为什么不到店里去看看呢 你也没去啊 我白天不是在忙吗有时候 你白天在忙什么呀 我不是要做兼职吗 在做兼职吗 不是兼职不是夜里去酒吧吗 白天我也会做一点兼职的 那有时候白天不做兼职 也没有去看宝宝 就宝宝交给你父母了是吧 对 那给钱吗 我就想说这个问题 怎么了 因为之前他说我没看到我钱嘛 但是我说了吃喝开销 二个他出去玩 三个我也给父母一点钱 因为孩子像奶粉啊 对 尿不湿啊 也挺贵的 腐蚀 对 一直是我爸妈在出的 所以我挺心疼我爸妈的 所以我就也就偷偷的 你给你父母钱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下吗 你这边让我给我 儿媳妇给婆婆钱 不是更好吗 你们家现在钱是怎么个管理法 你挣的钱你管是吧 嗯 他挣的钱他管是吧 对 然后宝宝是你爸妈管是吧 是的 所以现在就是说 一个他不上班 二个也不带宝宝 就是天天在家里玩玩手机 啥也不管的 然后他还嫌我说 我觉得对他不好 我白天不是还给你做饭了吗 别提他做饭了 每次我睡得挺香的时候 把我叫起来 天天这样子 我真的很烦 叫起来吃饭 虽然我就睡不着了 然后晚上我又困 长得很难受这样子 他一点都不行那样 我在我爸妈家都不做饭了 在你们家还学着去做饭 我已经尽力在做好了 那他在手机上玩什么呢 你关注过吗 其实我前一段时间真的看了一下 这个就是有一个最近聊天 最近聊天有一个前男友的那个事情 我挺生气的 反正我跟他就吵了这个事情 当时然后我又把他给删除了呀 就是当面给你看了呀 已经删掉了呀 并没有什么呀 那我就想问问女生啊 就这男生你觉得还是忽悠你 咱们谈解决 你想怎么着 我就不想跟他过了 这就不过了 他就现在特别挑刺 我是挑刺吗 这不是事实吗 你想怎么着 千辛万苦地娶回家的媳妇 你想怎么着 我这次过来 其实也就是想请老师们帮忙 说说媳妇吧 就问一句话吗 这男人你还喜欢吗 就还行吧 就是贺边她就是不要再挑我的刺 喜不喜欢 这有什么挑不挑刺的 喜欢不喜欢没有条件吧 还喜欢 还喜欢 这女士你还喜欢吗 我挺喜欢 我一直挺喜欢她 所以说这次过来 真的就是请老师帮我忙 所以你看我都没用爱这个词 没用了个喜欢 主持人 其实我也想她改一改 不要就是天天 改啥呀 咋改呀 因为一个家庭不可能说 你先改呀 对吧 人家说的对啊 新婚燕耳 我天天见不到你人 这谁受得了啊 是的 然后你说我为了生活 那想办法呀 总得平衡啊 你们听听老师的意见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有习俗 人家搞得清清楚楚 你们搞不清楚 因为你们两个人不善于沟通交流 如果对这一切事先 全部沟通清楚了 我想 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尴尬 最后把这一个彩礼 还要分期付款 你们是婚嫁又不是买房 作为一个妻子 你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啊 你做个兼职有这么忙吗 把一岁的孩子竟然扔给公公婆婆 向话吗 另外已经是人家的妻子了 还去和前男友去聊天 这还真是犯大忌的 两个人恋爱期 如果没有了解清楚 多谈一会儿 我们不要等到走进婚姻 我们再来试错 我们再来发现问题 这个代价太大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要做的 是重新恋爱好不好 好 谢谢波红兄 一个二十六七岁的一个大小伙子 对方的长辈来到面前打个招呼 还要躺在床上打招呼 这在我们家的话我会挨打的 你会发现你很多的时候 这些细节你真的做得不到位 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我特别相信这个姑娘 为啥那么多抱怨 就是她在生活当中 一些细节的东西 她感受到很不舒服 我们回去反思一下好不好 然后另外我就是给这个姑娘 一点建议 兼职跟正式的工作真的不一样 然后我们正式的工作是 今天干完之后 我们就想着明天我要干什么 然后明天我要继续去上班 你会有一个长期稳定的一种 安全感存在 哪怕是这个工作很辛苦 然后挣钱不多 你都要赶紧让自己走上社会 人呆着时间长了就呆闲了 呆闲了在家里就想吵吵架 就觉得别人对我爱不够了 关心不够了 长此以往 对于一个女人来讲 真的是越来越贬值的一种状态 挺漂亮的一个姑娘 神情表现出了浓浓的那种颓废的感觉 二十六七岁就活成这种 五六十岁可能都没有的这种状态 太亏了 谁愿意跟这样的一张 天天拉着一张脸的人过日子 心情是不好的 赶紧让自己找到价值感 找到存在感 好不好 谢谢苏老师 你真的是想过下去 苏总 但是我感觉你从一开始和这姑娘谈 包括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始终在掖着藏着点什么 你们现在的钱还是分开用 是吗 是的 为什么 因为他太大手大脚了吧 你想留一手 留点为什么 为孩子 没见到 孩子在父母那去看 为你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没有啊 人家想坐个飞机去三天去 去找个朋友玩上 你也舍不得 你留那钱在做什么 你是给自己留一后路吗 没有 到一开始你就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不是要去订婚 是要带着家人一起去的吗 自己一个人就去了 你的面子哪那么大呀 你真的是不懂吗 为什么台里还要分期付款啊 最后还不把逼在那份上 我就不给 你为什么明明没有钱 你还要不让他知道呢 你是在埋藏自己很多的东西 甭管是你为了自己的面子 还是对他还留了点别的想法 总之你没有全身心的付出 对这份爱 女生啊 你糊糊涂涂的结了婚 你糊里糊涂的当了妈 你现在也搞不懂 自己到底应该 什么样的生活 才是真实的 实实在在的美好 而不是在朋友圈里给人分享 看好看的餐厅 我们多浪漫多幸福 有一天你不知道他挣多少钱 有一天你就这么糊里糊涂的 所以啊 第一 要让自己真正的能够成熟清醒起来 就是你先得知道自己啊 值多少钱 光要 光听他给 做你些兼职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需要他的实实的脚踏实地 做好一个女人 先做人独立 你要先做好母亲做好妻子做好一个女人 你才能知道 这个男人到底值不值得你去这样的付出啊 因为在这样感情当中 你也没付出什么呀 他当然对你要留一手 明白吗 独立 你呢 把钱交出来 别留那么多信仰 才是有可能往下很好的走下去的 唯一的一个证明 明白吗 黄罗老师 就这 谢谢曲姐 我就问你一个是 你是不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儿子 能靠得住你吗 太太能靠得住你吗 你父母能靠得住你吗 你啥啥也不说 憋在心里面憋给谁看呢 至于你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有母爱的人吗 你觉得对 一个才一岁的孩子公平吗 你觉得你在这个家庭里面是有贡献的吗 你觉得你每天 心里面揣着那个情绪 真的值得去揣着它 然后天天值得去抱怨它吗 就你们这个结婚结得我都迷了 你想啊 你是因为这个人对你百依百顺 所以说我要嫁给他 你是因为这个人长得好看 所以我要娶他 这里面有爱吗 不要说爱了 连了解都没有 你们在一个完全没有了解的状态之下 就结婚了 我也觉得这种情况下 就是小孩最苦 他凭什么要落在你们这样的家庭里面 当你想要的生活不是你选择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是抱怨 我们不断的在生活里面抱怨抱怨 就你们现在做的 抱怨了之后 你放心 你们永远不会有改变 为什么 因为你所有的能量和动力 都用在了抱怨这件事情上面 第二个方法 就是离开 分开之后两个人都会有变化 为什么 因为你们受到创伤了 第三个就是在一起奋斗 就是现在生活是不如意 但是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努力 把这个生活变成一个如意的生活 但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点起一团火 需要另一个人愿意被这团火给点燃 但问题在于 如果你们相互讨厌的话 这团火怎么点起来 所以你们想一想 这不是一个你去找工作的问题 这也不是一个 你每天回来多跟我说说话的问题 你们得相互看到对方身上 能不能再找出那么一点优点来 能不能觉得我还能稍微爱上这个人一点 我愿意跟他一起奋斗 愿意跟他一起走下去 否则如果真的是相看两眼的话 那不如一别两宽 就这样 好 谢谢武器老师 还气愤足呢 孩儿他妈了你还气愤足呢 你 你娃在家里面 你陪着人家那个乐 带动人家的这个情绪 你 你怎么想的呀你这玩儿 咱爸妈也累啊 你不怕你爸妈累个出个好歹啊 这就把人气死 成年人 你们还没成年 但是你们做了成年人都做的事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了 我们就说成年人是这样的 你们往那个方向走 你们继续 你们不往那个方向走 咱们就此打住 对孩子也没伤害 因为只要爷爷奶奶不离婚 这孩子就有一个健全的家 天生也见不到爹和妈妈这孩子 对不对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我刚听了各位老师的话 我其实心里也挺有感慨的 对吧 其实平时的时候 你之前说父母抢的蛋嘛 的确是抢的蛋 偶尔说给你代一下 也其实挺委屈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真的现在 其实我认为是经济问题挺大的 所以我一直没有舍得说 不去做代价换一份工作 但是我也就是说 一直在看我自己有没有合适工作 但是没有找到 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跟你说过 我认为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我这边 其实我经济啊 真的是一直公开的 因为你买菜什么东西 全部拿我手机 是在买菜做饭 吃饭的时候是我付的钱 但是我真的没有留一手 我得说清楚 我希望我们重新开始可以试试看看 这样吧 给个命题啊 我不讨厌这个人 我就出来 我发自内心的讨厌 你们就别出来 因为讨厌的人不一定不能在一起生活 别有那种讨厌一辈子 生活一辈子 我们也不说改变不改变 没那么神奇 好吗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爱奇艺 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就看这两个年轻人心里面 还有没有对方吗 因为有对方爱对方 才是这个婚姻改变的一个最基础的东西 起开门 来来来来干嘛 长点心吧 来一起见证属于 来自黑龙江学生 有请小康 欢迎两位啊 你别那么拘谨啊 怎么了 有点紧张 有点紧张 好像我看这小片里 说你不够自信 咋了呢 就是一部分是因为经济的压力 然后呢 我们俩还老吵架 来这个节目呢 也是为了就是 听一下老师们的建议 行的就说吧 夏儿老师帮你什么 那我就讲一下吧 就是他有个异性的朋友 他三分五四地跟他那个异性朋友 老联系有一次嘛 就是我们在上学嘛 上学嘛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块 然后他的那个异性朋友呢 就突然过来也来 就是休息来 休息来之后 我女朋友就不跟我说话了 就转头去找他那个异性朋友了 问他的那个朋友 你最近在干什么呀 他说他在做兼职 做牛排什么的 因为我不会做饭嘛 然后我女朋友就说 你会做牛排好厉害 你看你自己都说了 你自己不会做饭对不对 人家做我们朋友之间聊天 人家会做牛排 我夸赞人家 这又怎么样了 你夸赞人家会夸赞你 你也不可能 因为这两个小事 跟我经营自己想 什么样没了的吧 你不能当着他的面 贬低我吧 说我不会做饭 什么叫贬低你啊 我只是说 那你是不是不会做饭吧 我跟你在一块的时候 我是不是尽量在学了 对不对 你敢说我没学吗 你学哪去了 你给我做过一顿饭吗 那你也不能当着一个 你异性朋友的面 来说你的对象吗 我没有说你啊 就是朋友之间的一句夸赞而已 你非得要多想 非得把你想法就扩大了 脑子里面 就演了一场大戏一样 好像我跟别人男的怎样了 这小伙子也挺逗的 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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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学了不就行了吗 对 我心眼那么小呢 你还真是缺点自信啊 还有啥你再接着说 然后呢 就因为这个事 我跟他大吵了一下 当天晚上我就去网吧了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给你发微信你不接 后来给你打个话你接了 你说你跟网吧呢 让我自己打仇过去 那天下着雨你让我过去 给你道歉解释 当时我还想呢 毕竟两个人 如果都在气头上 都在吵架的话 赶紧维持不太久 那我就先低一个头吧 我就哄哄你呗 结果你咋哄哄不好 我怎么没哄好 咱俩那个时候 是不是都已经好了 但是你一直揪着 这个事不放啊 谁揪着那事不放 是你现在揪着那事不放的 然后在这之后呢 那个老师 他呢跟那个男生 在网上 在微信上 就是聊天记录 也太过于暧昧了 那就是朋友之间聊天 不是因为你让我淋了雨 我感冒了 他问了我一句 这几天怎么没来学校 我说我就开玩笑 说了一句怎么的 你想我了呀 后来我来了学校 他看着我来学校了 等等等等 你回的是什么 就是开了句玩笑说 怎么你想我了 没听出来是开玩笑啊 就是开玩笑 这这哪开玩笑了 我就这种性格啊 没听出来是玩笑啊 那他怎么回的呢 就我们俩开玩笑 他没有回 后来就是我来学校了嘛 他就问我怎么来了 我说这不是你怕 你太想我了嘛 就是来了 你这明显在 在 我感觉他在 对吧 你这明显 不对姑娘 绝对有问题 他都是故意气我的 那还好 那还好 故意气 对不起我插一句 我插一句 这个异性朋友 是那个做牛排做得好的 那个吗 对 哎呦 妈呀 哎呦 就是朋友嘛 就我们之前是 在一个班上个课 然后关系挺好的 就一起聊天嘛 平时开玩笑什么的 就我就是可能 就这种性格嘛 觉得随便开玩笑 没有啥 老师还有一件事啊 还是关于那个异性朋友的 这次我感觉是最过分的吧 就是我到休语局的时候 我看到他 他跟他那个异性朋友 他们俩坐在一起 他拽那个男的 要那个男的手机 那我拽那个男的手机 是因为他跟我说 他最近看上一个小姑娘 那小姑娘 我想看她长啥样的 好不好看 那我们就看了一下 那小姑娘嘛 什么就叫拽人手机了 我跟男孩子说话 你就吃醋生计 你跟你班女同学说话 就没事 行 一啥不年轻人谈恋爱 不就谈一点事吗 在学校里头 挣个风吃个醋的 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你那么不自信 你知道吗 怎么了呢 我们俩老吵将嘛 然后我嘴笨 吵不过他 嗯 老瞬间能看出来 男朋友怎么样觉得 他刚开始还对我挺好的 就现在这就是玻璃心 总是会吃醋 斤斤斤斤 又有点小事 就夸大其词 在脑子里面 鼓了一场大气 然后跟我大发雷听 受不了 他不是在乎你吗 你看他说他在乎我怎么样的 他妈给他打电话 说要参加他姐姐的婚礼 然后刚开始我问他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去 然后后来之后他妈跟他说 他妈要带他的小妹 他们仨一起去 我这心思他也见过我妈了嘛 然后我就想见见他妈妈嘛 结果呢 我二十了他好多次 人没理会 没想着带我 你要想去你就指使我呀 可是到最后是不是 我还是带你去了 那这女生怎么说呀 你让你一个女生怎么说 去参加你姐的婚礼 去见你妈妈呀 你要但华要是想 跟我有未来的话 你怎么可能不带我 就因为这件事 你就要跟我提分手 那我觉得你的未来 规划里面没有我 我当然要分手了呀 可是你在跟我提分手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已经是在尽力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参加了这个婚礼 参加婚礼怎么样啊 后来参加婚礼之后 她妈也对我挺满意的 那这事不就过了吗 过了是过了 但是还是有疙瘩嘛 这有啥疙瘩呀 就是 她没有那个想法 从来都没有那个想法 想带我去过的那个想法 然后回来之后嘛 她妈走了回来 我们俩又去 南湖游乐园玩嘛 玩之后 玩一天就是我手机 只是消费的时候 手机就没电了 然后关机了 就是过马路的时候 对面有个奶茶店 我说 那个我想 就是让她帮我买杯奶茶喝 然后 当时在过马路的时候 她没跟我说 她微信的余额不足了 到奶茶店的时候 她很大声地跟我说 她余额不足了 然后 就是这事我还没怎么样 主持人 我说那没有钱 咱出去吧 走吧 我其实玩一天也挺累 很困嘛 坐那个车的时候 我就睡着了 她就觉得我情绪点不对 生气了怎么样的 回楼上的时候 我就躺床上去睡觉了 我就把手机给她 我说 我说那个 你那是给我手机吗 你是把手机摔了好吗 你看主持人 她总是就是夸大其死的 怎么样的 我明明就是把手机 扔给了她 然而我没有摔手机 她就非得说 我是摔手机了 我说你直接就是 把钱转你手机里边 你微信也知道 就是密码 什么的你都知道 你自己转就可以了 然后她就打一句什么 我没有钱 还是我的错了呗 我当时就很委屈 就是她这句话说得 好像我跟她在一起的目击 就为了钱一样 每次都这样 就非得跟我这事吵架 嗯 然后这事怎么解决的呢 这事没有解决 当时我妈又回来了 我俩正在吵架嘛 回来之后我妈就跟她说话 说就调和嘛 然后我就委屈 我就哭了 你当时怎么跟我妈说话的 那是我妈妈 你不能在我妈妈面前 说我的坏话吧 你不能把我们两个之间 不好的事情跟我妈讲吧 我妈给我一顿鼠了 因为我也很委屈啊 我一直在哄你啊 行 那这事最后怎么化解的呢 后来就是大吵了一下嘛 然后隔了一夜之后 她早上的时候 我也哭累了 气也消了 然后她气也差不多消了 她就来哄我嘛 我是吵架归吵架 但是她一哄我我就会好 听明白了 就是一杯奶茶 引发的这个争执嘛 然后你母亲还牵扯其中 那你母亲 因为这个争吵 对这个小男孩 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吗 我妈没说什么 我妈就是我喜欢就好 你妈就是你喜欢就好 关键是她妈妈 还是向着我呢 因为我感觉我没有做错的 要不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妈怎么可能向着你啊 唉 行吧 那你例举这些事 就想说明这男孩心里没你 是这意思吧 不是心里没我 就是她太能跟我吵架了 每次都是她挑的头跟我吵架 太小心眼了 就来就是这个节目之前 我们下飞机来酒店住的这几天嘛 还跟我吵架 吵得特别的凶 但因为什么跟我吵架呢 还是因为钱 到天天 她就来回下楼买东西什么的嘛 我就问了她 我就说能不能给我卖点零食吃 因为我特别贪吃 她就有点不太乐意 但是我没看出来 我说可以买点海苔 但是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可以不买 少买一点点就可以 因为我知道我们俩的经济条件都不是特别好 结果她上楼的时候 她又跟我不乐意 就是不搭理人 零食买回来了吗 零食买回来了 是买回来了 但回来就开始发脾气不乐意 因为我俩就是来这的时候嘛 我俩手里都没多少钱了 她这么一闹的话 又买零食什么的花了不少钱 我就想接下来还得借钱 所以就挺烦躁的 加上本来就很累嘛 她可以不买 没钱了可以不吃零食啊 顾及她的感受嘛 怕她就是多想嘛 然后就买了 年轻人都不会处理问题呢 你们现在 那就是什么话都不说 老是让我猜她的心心 我哪能猜的那么多呀 我就更像一个男孩 她就更像一个女孩 老是让我猜她的心心 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了 谈了半年多了 半年多呀 就折腾成这样 我们俩 这不糟心死了吗 你们俩干嘛闹我 我们俩虽然在生气的时候 就是气得要命 但是 好的时候吧 还是挺关心我的 所以我也挺好奇女生啊 就是你谈了半年 你就决定嫁给这个男生了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 其实我们俩不吵架的时候 她也蛮关心我的 不是你就确定就是半年 你就相处了这么半年 还经历了这么多事 就要嫁给她吗 谈了多久就让她见你妈了 好像两三个月 然后就那么自由地 出入你们家是吗 偶然就见到我妈妈 等于也没多久 你就敢那么放肆地 在她妈面前 跟她那么去喊吗 也很奇怪啊 我好奇在这儿 我妈体系好 我跟我妈的相处 好像是就是有点 就不太先正向正条老母女嘛 就是我强势的时候 我妈软了 我妈强势的时候 我觉得是软了那种 不是你爹呢 我家是离异家去 妈妈一直带着你是吧 不是小时候是爸爸带 长大了之后 我是来找的妈妈 你多大的时候找的妈妈呀 十三岁的时候 为什么要找妈妈呀 奶奶去世了 然后就来找妈妈了 父母离异了是跟奶奶在一起 是吧 爸爸没管过 是这意思吗 嗯 行 所以你妈挺纵容你是吧 嗯 可能是看我小时候 人家可怜吧 所以你妈并不是说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朋友 她就觉得行 而是说她不太敢来管你这事 对吧 行 你们听听老师怎么看你们这段关系 好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女生看似长得文文静静 其实你是比较强势的一个女生 对吧 嗯 男生 我感觉她也真蛮可怜的 女友竟然在你的面前 去夸奖别的男生 内心委屈吧 别的男生 对她表示关爱 她竟然回这样的信息 内心委屈吧 但是 你能理解她这一切委屈吗 作为女生 有一点我还真提醒你 以后不要在一个男人面前去夸奖另外一个男人 她的面子还要不要 刚才你说到你的身世的时候 我突然明白了恋爱半年 你渴望 以她女友的身份去参加她姐姐的婚礼 她想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表达自己情感的归宿 你在这一点是迫不及待的 我非常理解 我也能感受到你虽然很强势 但是你的内心其实很脆弱 但非常遗憾的问题 她还是一个小男孩 明明喜欢你 也会和你吵 她要这一份面子 我们并不是说你们两个人在恋爱过程当中 有什么原则性的这一些问题 发生了碰撞 不是 就在你们这样二十二岁的年龄 就是这样的一种恋情 关键问题是 关键问题是 合不合适 并不是说她不好 但是她性格就是这样 她冷受不了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强凑在一起 甚至也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按照这一位男生的性格 你们离婚的概率会很大 明白吗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共同成长不了 你看你们两个人每天都在干什么 每天就是吵 闹 作 我一直有一个观点 我是觉得人在很年轻的时候 找的对象是非常重要的 这其实是我们性格的一次在成长 如果你二十多岁的时候 跟一个很上进 很大度的对象在一起 然后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 你也会渐渐的变成这样 但是如果你二十岁的时候 把所有的恋爱的经历 都用在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桌呀 各种闹腾 你哪还有时间好好干工作 哪还有时间去学技能呢 其实在我看来 你们根本就不像是情侣 你们最多就算是一对玩伴 因为爱情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定义 就是爱情是需要共情的 是两个人互相之间 我能体谅你的难处和设身处地 能站在你的处境去思考问题 你们没有一次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去思考对方的难处 出了任何问题 首先想到的是 它让我不舒服了 它让我不爽了 这不是爱情 这顶多是玩伴 玩伴就是在一起 好玩就一块玩 不好玩了 说崩就崩了 你们根本就没有在内心当中思考 我要为这个人去考虑我们的未来 去坚守我们的爱情 没有这样的 女孩子在跟别人 用那种暧昧的语气聊天的时候 理直气壮地说 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呀 没有分寸感 没有考虑他的感受 男孩子遇到所有的事情的时候 我不想我不想这些 他非得要跟我分手了 我才要想到去解决问题 你也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考虑他的感受 所以你们之间真的就是因为寂寞 然后因为无聊 所以才凑在一起的 你们现在这种幼稚的状态 不适合两个人在一起 再在一起待几年 互相之间都拖累了 正事也都耽误了 彼此之间的性格也都毁了 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未来吧 恋爱不是我们年轻人所有的全部 我们现在该干什么 我们想成长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当下应该考虑的事 好吧 女生觉得男生的优点是什么呀 一个就好 最主要的优点 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